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 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 但也有迹象 见到美国的霸权有衰退和堕落的迹象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接着我会讲 在15-16日在印尼巴里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今届的G20主题就是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主办国印尼和很多人都担心会议会走样离聚 稍后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现在先讲美国霸权的堕落 美国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例外的国家 它有三个主要的背景 第一 美国是一个高度宗教性的国家 美国自认是山顶之城 希望之地和天佑之国 美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 由于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 美国就被自己制造了很多神话 包括美国是有使命去宣扬基督教的福音 和教化落后的国家和人民 第二是美国自认本身的成功例子 是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佳模 美国得天独厚 它有最好的地理位置和最丰富的资源 南北没有强国呢 东西有两大羊作为屏障 国土本身从未受到安全的威胁 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面 军业后来居上之势 收割胜利的成果 从此美国便认为自己是伟大 美国第一 不单止是现在第一 还要未来第一 还要永远第一 在冷战结束成为唯一霸权之后 更加不准许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地位 第三 是美国只相信资本主义 排斥社会主义 美国认为资本主义 创造了美国的富裕 繁明和机会军等 由于美国是没有欧洲的贵族和封建制度 美国先天就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 一个成就取向的价值体系 左派思想在美国被视为异端冷战的时代 更加是强化了这个观点 直到现在 美国对非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仍然是敌视的 比于中国和俄国等等 但是矛盾的是 如果美国自认是例外的国家 对世界其他国家去推销美国的价值 就应该根本没有这些必要 因为其他国家和美国是不同的 美国是例外的 其他国家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 或者没有美国那么能力 那怎么会跟得到他呢 但是美国又偏偏要以推销美国的价值 作为他外交的政策主要的目的 结果就是造成 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虚伪 不道德和双重标准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统 为什么美国需要这样做的原因 发现是因为 美国的外交精英是必需要 以一个利他主义来包装美国的自私自利 他们不断告诉美国人 美国在海外打仗都是不得已的 不是为了权力和财富 更加不是为了取得土地和资源 而是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 为了解救被压迫的人民 为了维护美国这种正义感和使命感 美国的外交精英就对于外界对美国的批评 都是听不入耳的了 左以入就右以出 他们认为即使他们的方法和手段是不对的 但也都会被美国高尚的理想和理念所抵消 久而久之 美国成为一个傲慢、自大 甚至不讲道理的国家 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 美国就可以无恶不作 甚至是大话说尽 的确 美国是空前强大 第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 不去关心世界上人类共同的问题 不去照顾贫困的国家和人民 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 将自己的安全无限上纲 将不肯配合美国的国家予以打压 将不接受它 疑死弃止的国家叫人做流氓国家 就好像全世界都是美国的私有财产那样 美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国家 在他建国246年的历史里面 他的本土几乎没有受过战争的波及 但是从20世纪初 他对外发动的战争 全世界上是最多的国家 打了280次 美国的对外战争 从来不是为了自卫 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但是美国却以利他主义 民主、自由、人道为藉口 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甚至可以採取制先攻击这种政策 就是人家没有问题 他估计是有问题 就打了人先 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 曾经扬言 以法治去促进和平 但是曾几何时 美国完全都已经不说法治了 但是当前美国的口汗是什么呢 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问题是 美国的规则 又不是国际法 又不是联合国通过的法律 事实上自从1994年以来 美国就从未批准过任何联合国通过的法律 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为美国宣称它不能够接受 高于美国的法律的约束 相反 美国近年还倾向以美国的国内法 来超越国际法 国际公约 或者所有的外交协定 比如 美国经常说到的 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 美国的顺序是 台湾关系法 優先于美中建交的公布 美国今天所说的规则 就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定 但是这个是真是一个法治国家所应有所为吗 好 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话题 G20 20国集团峰会 就是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但是希望大家 参与的国家 千万不要离看 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 二十国集团峰会 就在11月15日到16日 就在巴里岛举行 有媒体说 这个可能是 G20历史上最紧张的一次峰会 会前 印尼的耶加达邮报 就刊文 向语会的各国领导人 发出呼吁 说 来巴里岛 请大家不要来吵架 文章说 印尼人民 乃至全世界人民 都希望领导人 不要将峰会期间的宝贵时间 仅仅是当作 相互批评和攻击的机会 文章的呼吁 其实是有原因的 而且 他还直接点出了 美国和七国集团 G7的名字 并要求他们 为了世界和平 和世界的利益行事 不要将意志 强加给一些 比较小和比较贫穷的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现在摆出来的架势 就好像要来吵架 连他们要针对谁 准备要吵什么架 其实舆论 一早就大致猜到了 因为俄乌冲突和美国 推动制华的战落 导致全球性的裂行 是今年G20峰会面对的真实状况 但是 也恰恰突显出 G20作为应对全球性危机 改革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 重要平台的价值 将政治对抗 带到G20这个会场上 是对G20这个 宝贵平台严重的污染 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显摘 印尼将这一届的G20的主题 定为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而且是将全球卫生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 和可持续的能源转型 作为三大的优先议题 无论主题或者是优先题 都是仅购G20的初冲和使命 围绕当下世界面临 几个最严重的共同挑战 提出了建设性的讨论方向 令各国可以在这些问题上真正磋商 体现出主办国的良苦用心 G20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诞生的 它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其实当年是因为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 强烈的冲击 单凭美国自己再加上G7集团国也搞不定 因此就和新兴国家加强协调和对话 就产生了现实的需要 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 G20也是西方一银行 走向全球共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因为是这样 除了华盛顿对多边协调的兴趣 近来在外交政策上一路消减 但它对于拉帮劫派的热情很高涨 美国对G20越来越冷淡失去兴趣 但它对G7非常上心 我们从历届G20的峰会上看到 美国是用政治议题来干预G20的运行 是越来越明显的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G20不是G7的扩大版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G7是富国区路部的小圈子 而G20就是多极化的标志 汇聚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经济总领占了全球的85% 它自诞生以来 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代表了一种趋势 成灾状 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 这并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因为全世界都寄望G20成为全球经济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的趋势 正如这次G20峰会的东道主 印尼总统佐科所言 他说G20不是一个政治论坛 它是关于经济和发展的 我们都希望所有成员国能够正心诚意 令到G20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而不是将地缘政治的棋落在G20的桌面上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